李生志考上了大学,家里没有钱 平时不打牌的爸爸拿着家里仅剩的一千块 去朋友家打了一碗上麻将 第二天父亲疲惫的把学费交给了李生志 李生志一直不太理解父亲这个不怎么打牌的人 怎么会赢这么多钱 后来李生志长大了 一天晚上李生志隐约听父亲说 之前一起打麻将的朋友生意失败 欠了很多钱 孩子也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只记得那天晚上父亲传了个酒局 又打了一宿的麻将 把家里用来翻修的钱全输光了 直到多年以后 父亲朋友家的孩子也进了中国航天 李生志给这个弟弟接风的时候聊起来 发现两个父亲再也没打个麻将